这条狗狗比老妈还操心 六点钟 他就准时起床 匆忙来到浴室 熟练地用前肢打开水拔 帮主人提前打开洗浴用的热水 甚至还贴心地拉起窗帘 防止热气外露 然后又跑到主人身边咬出被子 拼命往后转 但主人就像死猪一样一动不动 无奈狗狗只得上前舔他的耳朵 主人可能有点特殊的小癖好 越舔 反而越睡得爽 气急败坏的狗狗大脚了 终于把他吵醒 眼见目的达到 狗狗又跑去厨房做起了咖啡 紧接着跑到书房打开电脑 同时催促主人快来工作 最后来到门前 按下按钮打开门锁 把牛奶给取了回去 生而为狗已经很不容易了 没想到肥宅主人比自己更狗 然而两条单身狗的日子总是很寂寞的 狗狗大班开始给自己目搜起对象来 可惜这些美女狗狗不是水桶腰 就是比自己还高 失望无比的大班正打算放弃 就在这时 他面前出现了一条梦中禽狗 四肢修长 体态端长 不发优雅 眼神迷人 直接就戳中了他的心疤 这个时候 大班甚至都已经取好孩子的名字 于是他像成熟男人一样大胆识爱 可惜小母狗是有底线的 拒绝了他的打算 到手的美女狗可不能飞了 大班突然拖着主人的自行车开始狂奔 没反应过来的主人被迫完全调语 被吓得半死的他开口求饶 大班可管不了那么多 自己后半身的幸福还在前面呢 无奈主人只能捏死刹车 轮胎直接冒起轻眼 大班在人群中到处乱窜 直接把主人隐患多年的尿不尽治好了 随后直追到公园 千神也受不了折磨 应声而断 没有制约的狗狗开足玛丽向爱情分去 抛下即将花式跳水的主人 不一会儿 主人以正向旋转720度落水获得满分 旁边的老美女都看得目瞪口呆 这边的大班终于追到了心中所爱 可他临阵上场却突然怂了 倒霉主人还是急着国产老永久追过来 气急败坏的他看着眼前玩耍的狗狗 抽出七匹狼就要给他爱的抚摸 抽准机会的主人一个闪转腾挪 就轻易把狗狗给制服 旁边的小美不乐意了 抄起背包给他头上来了一下子 直接把主人打得懵逼 小美非常气愤 质问他为什么抓自己的狗 主人化身偷窥狂摸看了一眼 直接把旁边的大班整不会了 果然这性别都不一样啊 无奈只得换回自家的狗 随即他向小美道歉 小美也是个大方的人 没有计较他偷归自己狗狗的事情 但两条狗狗这么一会儿功夫 就你弄我弄 虽然不舍 主人还是强行分开他们准备回家 此时小班已经被大班彻底迷住 这次倒霉的换成了小美 小班拽起小美的自行车拼引追去 俗话说嫁出去的狗狗泼出去的水 小美无奈松开绳子 自己也飞去狐狸喝了个吧 主人救起小美 带他到家里暖和暖和 大班和小班也终于是 友情狗忠诚眷属 两个大龄单身狗 看着眼前恩爱的狗狗 心中也燃起了浓浓的爱恋之火 随后二人举办了婚礼 而狗狗也趁此机会 把自己的婚礼也给办了 从此月夜共幽梦 从此双飞翘彩蝶 远道而来的亲朋狗友 也纷纷祝贺他们白头偕老 早生贵子 狗友们的嘴就像开了光 很快小班就产下了15条狗宝宝 为了庆祝狗宝宝的诞生 小美特地设计了一套斑点礼物 没想到被上司老巫婆一眼相众 顺便还听说了小美家诞生了一大堆狗宝宝 很快她就找上门来 想要买下他们 小美夫妇看出了老巫婆心处不振 拒绝了她的大额支票 暴怒的老巫婆撕毁支票 并表示狗宝宝她要定了 耶稣也拦不住 我说的 她趁这对小夫妻出门散步的时候 派出手下悄悄溜进屋里 把狗宝宝偷得一个不胜 这一幕刚好被大班的狗友看到 她奋力的嘶吼声 引起了狗狗夫妇的喜悦 她俩奋力的往家里跑去 小夫妻也顶随其后 刚一进门就发现 所有狗宝宝都不见了 大班看着失魂落魄的狗妻 明白自己必须要做点什么 她来到屋外的房顶上大吼起来 伦敦办事处小霸王的名号 可不是闹着玩的 很快 船上的狗友就传来呼应 紧接着越来越多的狗友就传 消息越传越远 马哥喊起了熟睡的长毛 长毛叫起了老猪 绵羊们纷纷起身 兔子也钻出洞口 干脆面探出头来 竹母娘也收到了绵羊收来的信息 就这样 大班家的孩子被偷走的消息 一传时十传百 大家全部来到牛棚开启会来 此时一条木鸡正狗扯出麻袋 随后钻了进去 摸放狗宝王的弹药 随即 他把麻袋往身后一针 紧接着背着麻袋 像人一样扭起央杆 旁边的兄弟伙伴算是明白了 他们让长毛发出电报 一路上消息不断传出 终于是传到城里 狗友第一时间得到消息 就来到大班家里通报 得知见走的狗夫妇 疯狂往外冲去 遇到另一只通风暴性的狗友 于是他们跟着一路狂奔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 他们跑到了一张带点的铁丝网 被拦住去路的夫妻俩手足无措 幸好此时 另一个带路人飞了过来 他在大班面前比划了半天 随后飞到了铁丝网的缺口处 夫妻俩顿时找到了突破口 快速越过电网往上跑去 期间还对小鸟连连感谢 很快他们就来到了一座老城里 人生地不熟的他们显得很茫然 窗口的乌鸦哥把他们叫了过来 来到牛圈 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狗宝宝 狗宝宝们也很开心 不停地对父母撒起娇 没想到聚集过来的狗宝宝 越来越多 远远超过了15只 他们都是被老巫婆抢来 准备做斑点大衣的 大班夫妇正打算带他们离开 门外又撒了一车的事情 老巫婆已经赶到了 大班带着狗宝宝往草堆里藏 外面的父老乡亲们也开始反抗 马哥也不惯着他 一个回马枪把他踢得倒飞出去 老巫婆像是感觉不到疼痛爬了起来 敲敲往牛圈里摸了进去 看见藏在草堆里的狗狗 狗宝宝们闻到了他的气味 一动也不敢动 老巫婆起了杀心 拿起叉子就使劲往里叉 还嫌不过瘾又来了几次 幸好狗狗们都机灵躲过 毫无收获的他抬起头 看见了一条毛茸茸的尾巴 大喜过望走过去 伸手使劲一带 却不料这是猪哥的尾巴 躲在一旁的大班瞅准时机 顺势推倒了柱子 跌落的猪哥一屁股坐在老巫婆身上 身边的狗宝宝趁此机会迅速转移撤离 气急败坏的老巫婆爬起来 顺着缺口往外看去 狗宝宝早已逃之夭夭 郑宇转身去追 却看到一只干脆面戴着他的帽子 疯狂开启嘲讽技能 干脆妹兄弟找准时机推动机关 老巫婆直接掉进了下面隐藏的粪桶 把干脆妹笑翻在地 刮出粪桶的老巫婆忍无可忍 气得他对眼前的动物们破口大骂起来 马哥看不下去了 抬起前提 踩起一块木板 直接把老巫婆先飞出去 不偏不已 刚好落在泥潭里 恰好此时警察出现 直接逮捕了这个偷狗贼 此时刚跑一半的狗狗们 也遇到了警察叔叔 警察叔叔把狗狗们送到了小美家 随即也告诉夫妻二人 还有很多狗狗没有狗牌 如果他们不收养的话 就只能被物理超度了 小美夫妇欣喜地答应了 仔细数了数 正好101只 很快小美夫妇就换了大房子 与狗狗们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